你干嘛啊 没事 这里脏了 没事了 狼仔 他现在在哪儿啊 他很特别 也很善良 但他已经消失了 不必再去找他 你也听说了吧 博王已接任都博 与我合谋 方才 我送了一些酒 去乾隆营 写了好一会儿了 休息休息吧 既已合谋 自然就不能忽视了乾隆营的人 他们住得简陋 你帮我看看 除了我写的这些 还需要添补些什么 嗯 摘星 我们夫妻俩 都好久没有一起坐下来吃顿饭了 你我夫妻 一同处理公务 互相帮助 比吃顿饭更有意义啊 摘星 没有 我觉得 我们夫妻之间 缺少了一些什么 什么 你干嘛 嗯 没事儿 这里脏了 谢谢 那我再想想 还需要添补些什么 博王好不容易被晶王说服 愿意帮助我们公敌 我们得多向博王请教 如何破明州 再取素养 好 那 你先忙 哎 哎 哎 好 记得喝我给你泡的茶 哎 嗯 哎 嗯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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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你胡说什么呀 人家吉冲才没有那个意思呢 我们家郡主还真是一点风情都不解呀 现在那个伯王又回来搅局 我真的是很担心吉冲跟他的这段婚姻啊 没什么 我说我饿了 姚姬 朕命你派叶煞 所查之事如何呀 前奴营之事 涉事之人非死即逃 无铁证显示允王有所欺瞒 朕的身子每况愈下 没见好转 姚姬啊 朕不能坐以待毙 朕要重拾往日的威望 姚姬明白陛下之意 其实并非无计可施 只是代价过大 不管付出多大代价 朕都愿意搏 举行祭祀仪式 给其他大王告诉他 朕要去长生林祭祀祈福 是陛下 至于活人献祭人选 姚姬斗胆提议 陛下将伯王身边之夜煞三人 则为祭天人选 杀侄以锦伯王叛变 我汪府那帮畜生 杀了也好 领命 姚姬即刻去准备祭奠仪式 三日后 陛下即可启程前往长生林 真好 祭祀祈福 为陛下严寿续命之说 纯属无疾之谈 陛下病重 愈发迷信 我要利用此机会 将文衍他们三人救出来 主人 博王刚刚叛逃 现在正是风口浪尖上 难道主人真的要为了博王铁儿走险去救夜煞吗 要不还是先缓缓吧 既然博王已脱离陛下控制 旧夜煞他们便无后顾之忧 倘若他们始终在陛下手上 只怕日后 会用来钳制博王 子神 主人 我要去找博王一趟 你替我多加留意陛下与允盟的举动 子神遵命 几死其福 笑话 朕岂不知道 这不过是死马当活马一把了 事到如今 丈亲 朕只信你和瑶姬二人 此次诫命不成 朕要问你 你是否愿意陪着朕 以同寻葬呢 能以身寻此奈老奴万幸啊 多谢陛下龙恩